我跟你说,我就是要给领导踢一件 坤哥,你不能去呀,坤哥 坤哥,别失了 坤哥,你真的没想去 你真的不能去 我跟你说,领导让咱给他们踢一件 这个一件我必须踢 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 我要提了第一条意见 公司领导不作为 领导不作为那是你说的吗 我就是要放在比喻墙 你这是自杀 你会死的很大 领导这次可是动整个了 就是让咱给他们踢一件 你傻呀 哪个领导愿意听意见 那现在都改变作风了 你万一碰到一个没改变的呢 我万一 我告诉你,哥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不怕全世界都买的地雷 就怕你一出门就踩上地了 不怕股票又涨又跌 就怕你一买股票就跌 不怕马路上有一个人摔倒 你没有付 就怕摔倒那个人是你丈母娘 你这个人就是呆太小 我跟你说 我不用你管 他就 对不起 你呀 我 情况是这样 我最近 正在和你妹妹热恋 傻呀 和安美探队下的人是你 我嚼 你不要那么激动 我跟你说 他就 你 就是我跟你妹妹结晶那个他就 我们俩都又结晶了 我骄傲 我让你叫 他就 他就 我让你叫 哎呀 我是说以后 你遭说 你吓死我了 你 要没有这层关系 我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这么着急救你 哦 他就 啊 他就 他就啊 他就啊 你别讲了 你听我跟你说 你在一个地方干的时间太长了 你没有社会经验 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吧 说 他就啊 哎呀 你别说 你说吧 你听我跟你说 我16岁 第一次打 碰到那个第一个老板 当时他假惺惺的跟我说 累吗 我说 累 开了他 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 我打第二个老板 那个老板又假惺惺的问我 累吗 我说 我累 开了他 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 肯定是抽懒来的呀 我打第三次 那个老板又问我 累不累啊 我说 也累 也不累 开了他 这为啥呀 又累又不累 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塞网来的呀 我打第一次 那个老板又问我 我干脆就不跟他说话了 我就冲着他笑 累不累呀 开了他 开了他 这又为啥呀 你个傻 这怎么能要我 你说你要碰到这样的老板你还能活吗 你说那是老板 咱这是领导 老板和领导不一样 错 老板和领导都是法人代表 我岁数比你大 我比你聪明 他就 我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一个人聪明不聪明 和年龄的大小是没有关系的 我问你 是一个一千年的王八聪明呢 还是一个一年的猴聪明 那肯定是一年了猴聪明的 对嘛 王八非人活得一千年 但是他仍然是个王 我没说你是王八 我没说你是王八 我真是没说你是王八 哎呀 他就 你真的不能去 我跟你说这个意见 我请他提顶啊 谁要提意见呢 啊 谁要提意见 欢迎 警力好 你们好 你们俩 谁要提意见 警力 那个我们一块提意见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意见 好啊 里面请 进去以后千万别说话 我来说 听见了吗 走吧 错了 别站着呀 坐吧 没事 我们都站习惯了 不要拘谨 坐吧 是 哎呀 别紧张 不紧张 他就 那个不是经理 我们不紧张 是 来 喝杯水 喝水 谢谢警力 怎么样 在这儿工作 在这儿工作 生活 还都习惯吧 累不累呀 怎么 呛着了 怎么了 没事 我一听到熟悉的话 我就有反应 慢点喝 慢点喝 坐 你们晚上职业班 累不累呀 这是怎么了 警力 他呐 有病 他不能体验 别人问他累不累 还挺的 挑点翻舍 哦 明白了 那我就不说 那个了 别紧张 坐吧 你们两个放松 你们两个 谁先提意见 哎呀 不要紧张嘛 不紧张 真的 一点都不紧张 说心里话经历 到你这儿来以后 就跟到自己家里来 是一样的 你老嗑什么哑呀 是你 你的杯子 哦 哦 我明白了 你们说吧 我不记录了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是说 经理的记忆力太好了 是吧 您的记忆力 实在是太好了 说实话 我姥姥的记忆力 也非常的好 我姥姥他们村 有一个叫猪脑子的人 四十年前 借了我姥姥 一块两毛钱 我姥姥临走的时候 我还记得这个事 把他交给我妈妈以后 姥姥才走的 哎呀 姥姥真是个好记忆力 但是您的记忆力 比我姥姥的记忆力 还要好 我姥姥他们村 还有一个叫 驴脑子的人 四十年前 借了我姥姥 别姥姥 姥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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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紧张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爽快的人 你们抓紧时间 提意见吧 经理 我有个意见要提 那个经理 我要说 你的意见是 我的意见是 经理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你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怎么了 你看星期六 法定的休息日 你都不休息 这样下去 你的身体怎么受得了 你看你累的 都瘦成什么样 你看 我瘦吗 和他比你不瘦吗 我比以前胖多了 你那是浮肿 是累的 经理 我们不希望见到一个 一天天浮肿起来的经理 我们也不希望见到一个 一天天瘦起来的经理 我们希望见到一个 一天天胖起来的经理 经理 你的身体不属于你自己 属于我们整个公司 你不能再瘦了 你要是再瘦的话 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完了 我还没说 别说了 我要说 我受不了 我要说 我还要说 那你接着说吧 经理 你太漂亮了 我漂亮吗 你漂亮的实在是太任性了 你知道吗 你每天烈心肺带来到公司 公司很多女员 就因为你都不愿意上班了 为什么 他们说 见到你就觉得自己 没脸在这个世上 活下去了 我也没化妆啊 每天就洗洗脸 就来上班 哦 那我建议你以后 就不要再洗脸 那我还没洗脸 我还没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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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 我还要说 说吧 说呗 说 说呀 说 说呗 我要说 说 经理 说 你开了我吧 公司 为什么要征求意见呢 我们征求意见 就是为了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你们提意见 是为了公司的发展 我们想要听意见 就是要有所作为 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 只是一盘和气 弄虚作假 不说真话 不说实话 那咱们这个公司 早晚会毁在 我们这些人的手里 你可你走了 怎么没提意见 也开了我 管我 我也把你开了 警理 我有一件要提 你的意见是 我觉得咱们公司领导 不作为 哦 对公司的发展 没有畅员回话 往销里说 办一件事来 唾唾拉拉 腿为车批 就拿包安来说吧 命令法律有大仪 不让传 说完这个包安 传上大仪啊 我呢 不好看 天儿多冷啊 零霞二十多多 俺在外面一站 就是好几个消失 把俺动了呀 鼻涕一巴 咽泪一巴了 小取了举命 都勤怯了成伙们为 大鼻涕包安 为了传打你们的事 我反映了多少回 今天问你们说 正在研究 明天问你们说 还在研究 后天问你们说 继续研究 你们今天研究 明天研究 研究处解过了身后 都是一下子 我都该抢苦吃了 我 还有吗 有 都在这儿的 你好好看看 你以后不要当保安了 啥意思 说你是千年的王八 你还不服气 什么意思 你被研了 你明天到我的办公室来报道 我改改改改我 给我当助理 公司要想改变现状 就是要像他这样敢提意见 敢说真话 敢说实话的人 领导要改变作风 大家也要转变观念 群众就是一面镜子 什么时候照着我们脸红了 出汗了 我们才能真正的脱胎换骨 我们的事业 才能大有希望 一年了 我这个前年了 忘了 咱们警力了 我骄傲 大哥 我也有意见 你就不要提了 我经理 是这个样的 这是我17岁才是打工 记下来的所有意见 全在这儿的 全交给你 我是不是也可以不当保安了 不 你继续当保安 不过 我还要交给你个任务 你要把大家的意见 都给我搜集来 另外 你还要监督我们的工作 我还监督你照着工作 当然了 只有群众的监督 我们的工作 才能干得更好 那他傻知误啊 这还用问吧 纪检委 你还紧检委呢 你就是个老百姓 老百姓就是纪检委